謝謝臺灣聯合報的記載的提問 我們始終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戶臺兩地在經貿 教育 文化等各個領域 有著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目前 上海有台商投資的企業超過一萬兩千家 其中七百多家涉獵在自貿試驗區 已有四家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就業的基地和示範點 上海也是開放臺灣同胞在大陸事業單位就業的四地區域之一 著不實現 臺灣同胞在大陸就學 創業 就業 生活 中國 享有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是黨的十九大報告 向臺灣同胞釋放的極大善意 上海歡迎臺灣同胞 特別是臺灣青年 到上海發展 我們將在進一步落實 上海 臺灣同胞投資權益保障條例的基礎上 研究制定政策措施 為在戶臺灣同胞 逐步實現 逐步實現 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 提供有利的保障 我們願意 與臺灣同胞同胞分享上海發展的機遇 促進 臺灣同胞的父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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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